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來到這個銷售中心 其實是屬於Griffin Nova的 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它是一個新的發展項目 在Vancouver West那裡 我首先想跟大家說一說它的發展商 然後之後再介紹更多資料 關於這個項目 它的發展商的母公司 其實是一間台灣的公司叫做晶瑞 國語是晶瑞 它其實可以差不多好像香港 四大發展商那麼厲害 它主要的發展項目是比較獨特的 我可以帶大家去看看圖片 是它之前發展過的項目 看看它建築的格調 過來這邊就有一些照片 其實都看到晶瑞這個發展商 在台灣已經有25年的經驗 這一批照片都可以展示給大家 看到它的建築的風格和生活的品味 來到Sell Center的第二層 其實就會有這個平面圖 加上一個模特兒去展示給大家看 還有一個展示室 這個平面圖就會顯示到 Gryffind Nova會在中心點 其實它的地位是67階 和Oak Street 就是那四個角落 如果大家有經常駕駛在Oak Street 其實這裡會有一個油站 這個油站將來都會發展到一個 所以這裡四個角落 都會是比較繁榮的一個地位 而四個角落 Gryffind Nova是最高的一個建築 它的地位現在就在這個位置 它的生活配套方面 如果大型的超級市場 你可以去Granville街這邊 有個Safeway 去東面就會去了Marine Gateway 有T&T、戲院、酒樓等等 南邊這邊就會去Oak橋 或者Granville橋 就會去了Richmond 所以它其實很近一條橋 所以去Richmond那方面 只是5至10分鐘 機場也是 而向北這邊就會去到 41階 你看到這裡03階 就是Oak Ridge Center 所以這個地位其實是黃中大正 你去每一個比較多人的地方 就會很近5至10分鐘的車程 你就會到達 如果你說我有小朋友 最好就是附近有Park 那現在這裡其實有個叫做Oak Park 暫時Oak Park來說 是一個大草地 可能有些踢球 但將來因為市政府的發展 這一區其實會越來越繁榮 然後這個Park就會升級了 有Tennis Court 有Water Park 會有多點Picnic Table 而且會升級了 所以這裡走去可能5至10分鐘 那小朋友就會很開心 這裡變得很美 如果是School Catchman的話 它那個 Secondary School 就會是Churchill 很多人喜歡這間行業 因為那個Ranking 還有可能CG比較好 所以很多人都很Target 這一間Public School 所以我們可以移步到這邊 看一看 它現在用電腦圖拼了一個模擬 將來的樣子是怎樣的 那這個就是Griven Nova 對面就是之前我說的 在油站那裡 都會變成一個residential 而是對面就會升級了 可能有些小小的market place 大家都可以買一些小的grocery 我們現在可以展示給大家 看看那個模擬 以及它的高度 有多少層 有些什麼設施 過到這邊 就會看到整個建築的模擬 我們可以首先在這裡說起 這裡是67階 你可以看到這裡 前面就是入口正門 有很大的空間 有很多綠色在這裡 綠化了 這裡是入口 旁邊這裡 就會是一個retail space 將來看看它會做些什麼 然後過到這邊 就會有三個townhomes 因為這個建築 其實它總共有47個unit 一房至三房 加上這個townhomes 你會看到這裡上去 其實是一、二樓 三樓去到這邊 就會有很多amenity 它的amenity space 總共有差不多5000呎 2500呎會在外面 2500呎會在裡面 可以看到這裡有個gym 這個其實是他們的theater 這裡有個lounge area 加上有個co-working space 這邊其實是向東 向東現在其實已經賣了些單位 但有一房和兩房 就是這裡大家可以注意的 就是400呎的一房 看著東面 還有這個500多呎的兩房 是corner 它就是向南的exposure 和向東的exposure 都會有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這些單位 因為它的價錢就比較affordable 而且它的facing都不錯 去到這一邊就是向西 你看到這裡地下就是retail store 然後上面就會有office space 是for sale的 將來看看有什麼commercial 希望是比較專業的 在醫療、醫療等方面 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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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方便很多 有這些在附近 那這裡是屋街 然後那個parking 就會在剛才的後面向東 那這裡最高的樓層就是九樓 因為它的建築 其實大家知道 在屋街應該都會多車 會有些noise 所以發展商很細心 就是把整個建築的 那些windows都是三層的 所以隔音應該是不錯的 所以隔音應該是不錯的 那說完那個model 現在終於可以介紹一個show room 給大家看了 因為這個show room 實在太多賣點 那它呢 因為它的size的問題 它沒有做完整個sweet出來 所以有些都不是actual size 但是可以show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用料 和它的selling point 我們可以在門口當回家 這是其中一個賣點 因為它的門 可以有四種開發的 第一種就是用forb 第二種就是你可以按密碼 按密碼 第三種就是用手指模 第四種就是用電話 如果你attach到電話 就不想拍一拍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開到門了 那如果這個沒有電 它都非常細心 可以加回一個鎖匙孔位 就是萬一這個沒有電 你都可以用鎖匙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智能家具 它裡面都有很多智能的東西 那這個就進了門口了 那我們回家 它另外一樣 就是它有這個UV的sanitization 的位置 就是每一個unit都有的 那你就可以回家 用藥包 鎖匙 電話 你就放進去 那它就會幫你sanitize 然後你回家 通常你都會開一下冷氣 暖氣 那它就有這個智能家具的 in-suite wallpad包 它有幾個用處 那它一個用處就是 有個like video 那譬如樓下有人找你 在那個大門上按鐘 你就會看到它的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create and set scene 那這個是一天早上 夜晚或者away的模式 你可以設計 然後就可以控制整間屋的燈 以及冷暖的溫度 最後就是可以收到 那些parcel delivery的 notification 譬如Amazon送貨 它放了一個storage 你就會知道 原來你的package已經到了 它其實還有show到兩個洗手間 一個洗手間 如果是one bedroom的話 就是用那個 如果是two bedroom或者three bedroom 它有兩個洗手間 它都做出來的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房 它整個sell center的color scheme 是用淺色的 是叫做twilight 現在你看到這個顏色 因為它的洗手間很仔細 它洗手間的顏色 如果兩房是不同色的 就是second button 就是用這個顏色 或者是one bedroom 你看到它所有的tile 都wrapped整個洗手間 去到頂了 有塊大鏡 single sync 旁邊也可以擺東西 那它那些櫃呢 雖然它是 是master bedroom 那個洗手間的套廁 這個呢 你看到它雖然是黑色 長大 其實都是 淺色的color scheme 因為呢 它這邊就會是淺色的 它有兩個 double sync 都有些位置 下面有棍櫃 另外一邊有什麼好呢 就是 雖然它是condo 但是它有了bark tub 還有shower 那也都是 所有牆 旁邊是 包了上頂的了 那裡面呢 這裡的shower 因為它的色很漂亮 我真的喜歡深色的東西 它所有faucet 和門的那些handle 都會是 這隻 香檳金色 所以看上去是更加高貴的 那現在看了洗手間 那我們就可以展示給大家 看看它的kitchen 那當然如果一房 就不會是這麼大的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用料 那這個cross countertop 加上finition 它就是可以防菌的 那它有一個大的single sync 那它所有apprents 都會用fisher and paykel 那如果兩房至三房 就會是這個30吋的雪櫃 如果一房就會是24吋 這邊呢 這邊是gas 那gas都包了在管理幣了 然後它那個 焗爐 就是它那個 選擇那條line的apprents 是高級的 你見到 然後這個整個island 就是如果單位是有island 就會有這個waterfall的設計 可以選擇 那它所有櫃都會 你看到它是會鋪了東西 包了旁邊那些 就不是打開木式的 就是你會看到它的用料是不同的 是漂亮的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building 它是很注重wellness的 所以它的空氣和水 都會是filtred 在這個大廈那裏做了 那所以呢 就是你用水 還有你在unit裡面吸的空氣 都會是乾淨的 那現在我們可以show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賣點 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沒有其他地方有的 就是它的叫bumblebee bed 那現在最特別的房間的賣點就是 只是用這個手機 按一下 那張床就會自己慢慢地降下來 所有unit都會有一張bumblebee bed 那就是說如果你就算是 買剛才我說的那個 400呎的單位那一房 那一房 就會有這張床 那如果買兩房 就會其中一間房 有這張床 那這個smart furniture 的system 其實是會有15年的保養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安心去用的 那就是呢 那就是晚上如果你睡覺就是這樣 你不需要那張床 就按一個按鈕 它升上去 是的 它都很安全 開頭慢一點 後來知道安全 它就再快一點點 那它都有安全按鈕的 就是如果你怕床 有人在下面還繼續上去 或者跌 不用怕 因為它有一個sensor 在下面這個位置 譬如我現在走進去 它就會停了 很安全的 然後呢 就算你說 如果我有小朋友 我怕他玩 拿個按鈕玩 就是怕他夾到 不會的 因為床有個重量的限制 就是如果小朋友上去 它就不會再一路升 它就會知道人在上面 那就不會夾到小朋友 對 那我現在繼續 把床上去 因為除了床之外 它旁邊有個storage 還有一張desk 都可以在旁邊降下來 對 這個就可以用來裝東西 然後standard的這個 其實也是一張桌子 就是說如果你把床升上去之後 你搬一張桌子下來 你可以在這裡 工作從家 就是一個小辦公室 所以如果你是買一房單位 其實感覺好像是買了兩房來用 因為你看看現在我這個位置 你可以在這裡做瑜伽也可以 如果你有小朋友 是play area 就是很多不同的用處 你可以用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一個項目 你可以動個赤價看很多 因為多一間房 我可以拍一拍那張桌子給大家看 因為它現在沒有做到 它現在做了兩個storage 如果那個是一張桌子 就會是這樣 所以就真的多了很多位置去用 那個床頭櫃呢 其實都是包起來的 那個床頭櫃呢 牆那裡就不包 但是那個床頭櫃是包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 整個development 因為它的發展商 一直都是用著 luxurious 的路線 它所有用料 設計 都會比較高級一點 那showroom的資料 關於Gryffindova 就介紹了給大家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發展呢 其實是比較適合自住 尤其是可能 如果有些年輕人在找上車盤呢 那它有四個四百多呎的 一房單位 我覺得很適合 因為它的 total price 又不會說很貴 但是又可以完全享用 這個發展的智能家居 甚至是這個bumblebee bag 就可以一房當兩房用 那是我覺得很實際的 那或者有些downsizer 它想 我想找一個地方是旺中大靜 也都比較新潮 有些lifestyle 很外國人feel 那或者developing area 那這個地點是非常好的 因為它去哪一個地方 到近downtown 機場 去買菜也都很近 那所以這個項目呢 就是適合自住的人士 那這個項目的stralifee呢 是大約五毫九 那它包的呢 就是有冷氣啦 冷暖氣啦 gas啦 熱水啦 管理等等 那它的completion day呢 是大約2025年中 那價錢方面呢 就不太方便在網上 disco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對這個項目有興趣呢 立即Whatsapp 我可以給最新的資料大家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video啦 喜歡的就按個like 或者留言告訴我 那可以share出去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那我將來的片你就會收到的啦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好 好 OK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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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